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看最近中国江苏镇江 有大批退休老兵出来示威维权 却遭到当地警方的驱赶以及殴打 引发全国各地的老兵不满 前往镇江来深远 那么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出动解放军来镇压 中国镇江近日出现大批退休老兵 集结示威维权 网络上流传多段老兵被当局镇压 打得头破血流的视频及照片 引发各地老兵集结于镇江声援 根据法国国际电台报道 最新消息指出 中国政府准备调动超过两万士兵 携带重武器前往清场 网络上有消息警告老兵们要赶紧撤退 但也有人继续发布影像及文字 鼓励更多退伍军人前来深远 有消息显示 目前在现场维稳的还是武警 但传出政府可能调动解放军介入 当局不敢轻忽还动用无人机在退伍军人抗议的场所上空 昼夜不停盘旋监控 由新闻时事报获得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退伍军人们集结 手举旗帜 高唱军歌 镇江维权事件之大 但中国官媒却完全沉默 中国网络也对相关贴文进行监控删文 只有微信 喊见底没有被完全禁锋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镇江市政府附近路口 以及医治被打伤的老兵的医院 都被警方团团围住 抗议现场也已经被禁空 有目击者说在市政府周围维权的老兵不见踪影 现场气氛依然紧绷 据网络上的影片显示 有穿警服的人员手拿一大碟保证书 上面写着自愿返回 签字日期是6月24日 传闻签下保证书的老兵可以领一笔钱作为补偿 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说 有人在散播各种谣言 想要栽赃示威老兵及支持民众 为政府镇压清场找理由 张建平认为当局处理正将事件 表现出权力的傲慢 把局面和紧张气氛搞得像六四前夕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 开始精简军方机构 提高军员待遇及优退 有评论认为 中共高层将供养退役军员的责任 推给地方政府 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无力承担老兵待遇 此外新冠不认旧账也是一大因素 江苏发生镇压老兵事件 恐怕引发更多抗疫冲突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 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视镜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